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 李克强班底 作者是湘江宇,该书由明镜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班底、张杰、下篇执政班底 关注李克强班底一书张杰 执政班底之十大主力之刘奇宝 时期大晋升,掌天府之国 刘奇宝推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构想,得到中央肯定 2007年率领广西代表团对越南、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东盟四国进行为期15天的访问 不料去后院着火 正当败会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之际 广西博白县爆发农民对计划生育野蛮执法的抗争骚乱 民间称刘奇宝的强硬做法才导致中共建政以来少有的火烧镇政府大楼事件 寄生工作一向被称为天下第一难 2007年2月,刘奇宝清零广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 对超生严重的博白县给予黄牌警告、处分 博白县和上级玉林市领导未了在当年8月摘掉黄牌 抢逼妇女做接杂手术,并动用罚款等经济手段 官方曾公布寄生政绩,从2月6日到4月10日 玉林市共落实计划生育四重手术48554例 征收社会抚养费等2760万元人民币 催逼太急,以致惹出乱子 幸亏刘奇宝回广西之后赶快处理摆平,没有影响仕途 知情人士指出,与共青团派其他官员进行比较 考察他升迁的时机,有一个有趣的发现 胡锦涛是将与自己直接共过世的同事 如王兆国、刘延东、李源潮、李克强、张宝顺、林计划、蔡武 差不多全都提到省部级职位上之后,才轮到刘奇宝 2007年1月,刘奇宝被捕选为广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他担任广西正职才一年多,还没有来得及创造政绩 刚在17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就接到调令 200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调刘奇宝任四川省委书记 中央评价,刘奇宝在广西任职7年多 致力于打基础、谋发展、抢抓中国、东盟合作机遇 对广西的改革、开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调到四川一个月后 2008年1月当选为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结束后,刘奇宝发表当选演讲称 美丽富饶的四川盆地被欲为天府之国 站在新的起点上,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 前景更美好,风光更无限 盆地变高地,任重而道远 了解了刘奇宝的如上资历,就不难理解 由陈晓明、爱养化合著的专门介绍 共青团派来龙去脉的胡锦涛的团队 一书中,魏石魔指将刘奇宝 列位排在共青团派四大天王和八大金刚之下的十八罗汉之一 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四川大地震 刘奇宝在中国政坛上将继续默默无闻 曾经在共青团系统工作过 对刘奇宝相当熟悉的知情人士说 以他的素养和能力,他不是个干才 既不能别辟蹊径,开创局面 也不善提炼总结,提出思想 甚至也不善鼓动山货,运动民众 这也是中共人士安排的悲剧 刘奇宝这样的官员 只因为资历中有共青团这一段 便被加以重用 掌管足有八千七百万人口命运的西南大省 自称爱兰者爱民 刘奇宝有何政绩和见解 与他共过世的人都说不清 刘奇宝知道要想办法更多的让人们了解自己 2007年11月10日 人民日报第八版复刊 刊出一篇刘奇宝的短文 爱兰者爱民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短文确实短 正文加上标点其实只有131个字 全文如下 爱兰者爱民自古如是 爱兰者何以爱民 兰者草本 兰者云云 众生之相 兰为人识 兰者幽香 不予争厌 兰为人赏 知兰 食兰 赏兰者 不服侍草根 不重理他寻 不独具深爱 食不可得 兰其识如名 其智 其相 其清纯 无不与民似 与民敬 爱兰者能不爱民 人民日报介绍说 2007年6月11日 刘七宝到荣县阻力村立动屯兰花基地考察 了解到 近年来 荣县把兰花种植销售 作为一项产业来发展 并通过举办 中国首届尊师爱兰大会 春兰扶贫行动 爱兰养联教育活动等形式 提倡兰品及人品 品兰与品人 赋予了兰花更深的文化内涵时 刘书记听后 审思一两分钟后说了爱兰者爱民精辟的五个字 广西兰花协会会长雷尊薇写下一篇随笔 有感于爱兰者爱民寄给刘七宝 8月31日雷收到刘七宝回信 日前荣县之行参观兰花基地收获颇丰 基地不仅有兰花而且有兰文化 可见兰花产业既属物质文明亦属精神文明 既可复明亦可养智应大力发展 你们推动的这项事业 我表示支持 随性记上这篇短文 爱兰者爱民 尽管雷尊薇等兰花协会一概人等 极力搜集自古至今名人爱兰者爱民的立正 孔子 屈原 康熙 张学良 鲁迅 朱德 周恩来 邓小平 江泽民等人 据称都热爱兰花 奋斗终身 但爱兰者爱民这个命题 只能当成刘七宝的字免 和与部下共勉 不能看成是规律 世上爱兰者爱民和爱民者不爱兰 比一比皆是 短文是在广西写的 但整个大气候是以人为本 刘七宝到四川 虽时间不长 也有了爱民佳话 就在四川地震前半个月 刘七宝和省长蒋居峰对梁山中小学生 被拐骗到广东东莞做同工仪式做出批示 强调要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保护这些少年儿童 4月28日 刘七宝批示要求梁山周围 州政府调查解救 5月2日 他再次批示 要求公安 劳动等部门 彻查同工现象 全力解救 梁山周围 州政府派出解救同工工作组奔赴东莞 全州调查打击非法用公黑中介组织工作组同时成立 但很快地震爆发 这些事 刘七宝就统统顾不上了 培里克强视察灾区 绝不抢镜头 汶川地震破坏力惊人 四川省内重灾区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 涉及到88个县 市区 1204个乡镇 灾区的人口2800万左右 灾情集中区 20多个县 市区 人口近350万 正如刘七宝所归纳的三个巨大 人员伤亡巨大 物质损失巨大 灾区人民精神创伤也巨大 四川媒体报道说 地震发生后 刘七宝连续数日到地震重灾区各地视察未问 安定人心 鼓舞士气 省委办公厅传出消息称 在前期捐款的基础上 刘七宝带头向其所在的省委常委半党支部 交纳两个月工资作为特殊党费 带动了省委副书记李重喜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钟棉 也向所在支部交纳特殊党费 四川日报发表报道 继续了刘七宝5月20日 跟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抗震救灾副总指挥李克强 前往汶川视察的经过 四川省地震局公告 于震区19至20日发震的可能性较大 当天凌晨快2点时 平5还发生5.0级余震 但是惦记着汶川重灾区群众的安危 李克强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 在刘七宝陪同下 还是向镇中地区汶川方向进发 李克强沿途慰问灾民和民警 询问灾情 深通绿叶赋红花规则的刘七宝 绝不夺戏抢镜头 也附和着鼓励、安慰 荡车队赶到长达961.5米的友谊隧道 洞中路面已遭震灾破坏 凹凸不平 当天早晨洞口上方又发生滑坡 隧道对面的山上更塌方不断 随行人员恳请李克强不要过去 但李克强和刘七宝等领导 还是带着三辆越野车 穿过隧道进入汶川境内 作为省一级的抗震救灾指挥厂 刘七宝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当地民众并不知情 也不买账 这当然有他刚来到四川不到半年 情况还不熟悉 难以施展的客观因素 但是也有人批评他 作秀忙 有人甚至有意 将他的名字的两个字颠倒一下 叫他刘宝七语、刘宝气谐、四川方言宝气 即耍宝之人 传言说每天出行时 都有四人贴身包围四周给他照相 以便选出适合让人民群众看见的照片 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当地媒体 在胡、温、李等中央领导 都清零前线指挥抢险的情况下 如何不至于冷落了本省一把手 安排好他的照片和标题 确实煞费苦心 刘七宝为何大谈数到难 在中央提出 西部开发十个春秋的日子 新华网2010年3月7日 在北京两会期间 发表对刘七宝的专访 尽管学者不断呼吁不要GDP挂帅 官员中一些有识之士 也不断反省指定着 GDP对科学发展观的严重强害 但哪个诸侯敢于忽视 最直观地体现一个地区的成就 一个官员的政绩的指标 GDP呢? 新华社这篇专访一上来 就将地区生产总值 在西部率先突破万亿元大关 作为四川最亮眼的历史性进步硕果 而刘七宝也是一上来就告诉记者 过去十年里 四川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 大力实施追赶行 跨越式发展战略 重点做好基础设施 生态建设 结构调整 科教新川 改革开放五篇文章 着力建设西部经济强省 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全省生产总值 在西部率先突破了万亿元大关 经济年均增长11.9% 刘七宝说 他曾经讲过一个观点 四川不是盆地的四川 而是西部的四川 要打好西部这一副牌 而不是四川这一张牌 要着力打造一枢纽 三中心 四基地 一枢纽 是建设贯通南北 连接东西 通江达海的西部综合交通枢纽 三中心 是建设西部物流中心 商贸中心 和金融中心 四基地 是建设重要战略资源开发基地 现代加工制造业基地 科技创新产业化基地 农产品 身家工基地 很多人对团派有智慧 耍嘴皮子的基品 刘七宝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看来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例如 当记者问 512汶川特大地震 与发断于美国的金融危机 这两大考验 对你们的发展 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 是如何应对的 刘七宝的回答 竟是我们认真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 果断采取干预措施 加大就经济工作力度 努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云云 这些党八股 无一不正确 也无一不是空话废话 无一能实实在在地回答记者所问的 受到什么冲击和如何应对 不过 刘七宝在具体谈到道路问题时 好像变了一个人 既高屋建林 又有理有据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这是古人的名句 刘七宝说 蜀道难 是长期困扰四川发展的瓶颈 要变蜀道难为蜀道通 需要重新审视四川不沿边 不靠海的区位特点 重新定位区位功能 创造出区位优势 有评论人士指出 刘七宝借着大力发展四川道路的这个话题 大谈蜀道之难以制约四川的经济发展 其实也是在谈论自己的仕途和政治前景 因为他知道 与李克强汪洋等 早已被视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相比 想在十八大上更上一层楼 似乎真的是难于上青天 但他要把蜀道当作通天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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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